今天是星期天 下午4点20 整个上场没有人 看到没有 人跑哪了 人跑哪了 现在实体店的生意真的是太难做了 已经在下午2点了 这么大个店还没来过客人 街上都没有人 2点钟了 今年上海的情况太惨了 程序员和打工人都感叹工作难找 薪资大跳水 一位在上海工作11年的程序员发帖称 今年的上海太惨了 他周围的人都在裁员降薪 公司旁边的餐厅也不需要排队了 以前招聘的薪资范围是2570K 现在都变成了2030K 而且还不一定是真招人 以前投简历后面试电话不断 现在投了几个月可能都没有面试电话 此外连上海的租房市场也下滑了 一位上海的置业顾问表示 最近几个月租房市场没有新人员入住 很多老客户也降低了租房品质 甚至有网友发现 虹口足球场地铁附近 原来好多商铺都关了 虽然也有网友说是拆迁导致的 但无论如何 对于普通打工人来说 求职机会越来越少 而掌握实际资源的人却不受影响 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 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情况 希望政府能够采取措施 保障普通人的就业和生活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只说实话的频道 在影片的结尾还会有总结 喜欢我们的朋友请不要忘记订阅 年底裁员潮又来了 今天闺蜜给我发微信说她中招了 这周就要办手续 我很吃惊 因为她一直是我眼里的精英女性 在北京有房有车 211硕士 年薪大几时 单身未婚 居然也被裁员了 我问她接下来如何打算 她说挺焦虑的 现在这样的消费水平 想躺平肯定不行 毕竟才36岁 离退休还差很远 但职场上这个岁数 又很难找工作 我也不知道怎么劝她 只能让她想开点 临近年关工作不好找 不如趁这个时间 让自己先放松一下 明年开春再说 裁员放在谁身上 都是一件难以接受的事情 最近跟朋友聊天 所有人都是人心惶惶 突然觉得大家都好难啊 我和老公也在努力 做好预防失业的风险 多攒钱 少负债 未雨绸缪 至少可以抵挡住一年的失业期 我们这个年龄 如果失业再找工作 几乎是没有机会了 只能慢慢找营生方向 不至于太过焦虑 没有任何事情 是可以一成不变的 只能学会拥抱变化 整理好心情 积极应对 毕竟我们的要求也不高 有一份能解决温饱 养活一家老小的收入就行了 下班路过西湖 随手拍一下通湖路的情形 现在实体经济是真不行 通湖路也是聚集了大量的人流 进通湖通湖通往西湖 看看沿街店面的情况 老湖周边上两家店 已经处于控制状态 应该几亿起主 对面也有一家店 也是没有营业 就这几米的距离 已经有好几家店处于停业状态 通湖路临近三返七向 又被靠西湖 已经算是市中心 非常核心的地带了 然而很萧条 没人气 往前走几步 更多的店面空置出来了 这边一排的门面都空着 印象里这三家好像空了很久了 根本租不出去 失业 家里卤赛店因为经济疲软关门了 这家店还在转 一个月前来看的时候 他们在挂转让 现在还在挂转让 这家文具店隔壁的店在转让 不过这个好像是新增的转让店 这里有两个店在转让 都是连着的 卷栏门是一家 隔壁的玻璃门也有是一家 实体不好搞啊 隔壁的网红零食店也在转让 这个之前来看是有的 现在还在转 现在是晚上五点半 如果是正常营业 应该是营业高峰的 但是这些再开的门店 也没什么顾客 这里有家文具店转让 因为对面是实验小学 所以这里文具店会比较多 隔壁是一个卖板栗的 黑早餐的店 这个包子店关门了 对面这家店的位置不错 但是现在饭解时间 也没什么顾客 药房嘛 正常就这样 看这家门面也在转让 比较大 看在隔壁 还有一家大的店面 也在转让 这个之前做奶制品 这种小操饮馆子 反而还稍微好一点 这也是一个餐饮店在转让 尸体真的很难 我干过尸体 向所有做尸体的人致敬 这家宠物店没什么人 这隔壁的是一个转让的 连着有两三家店面都在转让 这个位置相对还是不错的 有一个转角的店铺 从我坐过来看 实体的红利期已经过了 如果你是十多年前开的话 可能还不错 这里有一家新的咖啡店 在这么寒冬的时候 开实体 我向你致敬 再往前走 到头了 这一家店是做水饺的 这么大的店面 现在饭解时间 没有人 只有老板娘一个人 时隔一个月 再回来看这一条街上的 转让店铺 基本上还是15家 除了一家新开的 我感觉还有一家新增的转让 所以整体让人说 没有变化 一个月时间了 我家没有租出去 他们都没有租出去 都一样的 我相信每天 仍然还会有人开实体店 那他们一定会有秘方 或者是有无比的勇气 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近年来 中国遭受持续三年的疫情冲击 这对国家的经济发展 造成了显著的负面影响 在这样的背景下 为了激励年轻一代 防止他们选择躺平而不努力 中央官方媒体 纷纷推出了一系列励志故事 其中 一则关于上海外卖元 三年赚取102万元的报道 引发了网上的广泛讨论和争议 据1月13日官方媒体澎湃新闻的报道 一个名叫陈思的上海外卖元 1998年出生于江西城府州市 小学学历 他曾经尝试以80万元贷款 在家乡开设餐馆 但仅经有5个月 就因亏损严重而不得不放弃 随后带着债务南下上海 报道称 2019年 陈思刚到上海时 曾在一家餐馆担任厨师 月收入有13000元 接近一年后 他发现从事外卖配送可能更加盈利 于是在2020年 毅然决然加入了外卖骑手的行列 根据报道中陈思本人的说法 他在过去三年多的时间里 累计赚取了102万元 2023年8月 他在一个外卖平台上的月收入 达到了4万余元 而9月为25470元 10月为19497元 10月为25786元 澎湃新闻为了验证陈思故事的真实性 强调了陈思三年赚了102万元 得到确认的信息 报道还提到 陈思已经还清了开设餐馆时的80万元贷款 并且在家乡购置了两套房产 目前正还贷第二套房子 上于贷款10万元未还 该报道一出 立即在网上引起了广泛的质疑 微博上的网民 发表评论说 这样的新闻简直是在挑衅 对所有看到这则新闻的人的智慧是一种侮辱 还有网民表示 真是厉害 三年内赚102万元 这得意味着他每天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 平均每天还要赚取930多元 这种忽悠人的说法太过分了 还有人 比如像小田 对媒体宣传外卖元三年收入102万元的目的提出质疑 宣传外卖收入高达数10万元 但是这背后需要付出的努力和代价有多大 这种宣传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 陈思导人们认为勤奋做外卖能够收获巨大 却忽略了这份工作对个人精神和身体健康的真正要求 疫情三年之际 外卖行业兵满未换其手薪资瑞减 过往 不少从业者将外卖递送 快递配送及网络预约出租车等职业是做一条可供退路 特别是在中国疫情蔓延三年所引发的行业大量裁员草中 这些职位成为了许多人的求职选择 然而 目前这些领域都面临了严重的供过于求的问题 据知名点餐平台美团披露的经济数据显示 该公司在2021年的亏损额达到了今年的235亿元人民币 即使经过财务调整 亏损数额也依旧高达156亿元人民币 2022年 有消息称这个外卖业巨头正面临裁员的压力 除此之外 中国网络预约出租车行业的龙头企业滴滴出行 在接连不断的监管打击下 在疫情期间受到了严重影响 滴滴出行义游船员将实施大规模裁员 到了2023年4月 广东省尚伟市的美团外卖配送员 应对地下的单价和待遇不满 而集体罢工 美团为了应对危机 调派了周边地区的配送员前来之人 却引发了当地配送员的强烈不满 这一事件也迅速登上了热缩排行榜 据每日人物社去年4月的报道 许多外卖配送员选择这份工作都有着各自的原因 其中不乏那些因失业而加入的人权 比方说28岁的新手配送员罗宋 年初加入工作两月便发现 像他这样的新手配送员实在太多 美团在北京的50万个职位瞬间就被占满 使得竞争愈言愈烈 罗宋所在的工作站点位于繁华的北市环商业区 但一天的订单量也仅仅在2300单左右 平均每人每天的配送量减为30单 却主要集中于午餐和晚餐的高峰时段 其他时间段订单寥寥无几 那些招聘广告上承诺的月收入高达18000的诱人画面 对于他来说 不过是幻想而已 因为他一个月实际到手的收入最多也就8000元 然而 这已经算是比较好的情况了 有一位20岁的女孩为了能够赚更多的钱 而投身于外卖配送行业 结果两天仅配送了17个订单 还有的配送员一天跑了18单 收入却仅有100多元 面对着电动车的租金 住宿费用和生活成本 压力三大 甚至有的配送员不惜貌与分力一天跑了50多单 赚取了400多元 却因为派送错误而收到两单差评 被罚款1000元 并被强制停工7天 今天说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话请点赞订阅 我们将一如既往的为您提供真实的报道